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有人都看到出來的 當你留意和你接收 這個也是接收的問題 如果有時候不說問題 這也不太有印象 但有些譬如我們做製作 或者是那些人 那些會看的時候 一回想起 都找到出來 閱讀電影的時候 這個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時候可能和戲劇情節沒有什麼關係 但電影製作說真的 那時候已經好看 有人看得到的 所以每個戲 大家看的時候 可以有很多不同角度的閱讀 回到現在這個 張惠雄說 不如說羅新門先吧 羅新門這個效應 應該很得到他會說 或者有很多人看得到 他專門說羅新門 我們就少少口 對 告訴你這個 絕對不是羅新門 絕對不是羅新門 如果你說是羅新門 那你要解釋 你真的不會看電影 你真的不會看電影 有三個角度 第一個就是 Matt Damon的角度 G&M driver的角度 然後就是 老婆的角度 他面對道賊 要去打劫 或者瑞賢老婆的美式的時候 他自己說自己的版本 跟道賊說的版本 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就會說到自己很英勇 一個就會說到他很耐弱 是完全幾個故事 只不過是同一個事件 或者是同一個角色 某程度就是 所有的主題就是 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自私 而去說出發點去說一個假的故事 所以沒有一個是真相 所以你真的就說 如果你拿著這個 有羅新門的那個時候 你就 什麼 你不會看電影 最後就是 同一件事件 不同的角度 我們是看到一件事件 可能你看到 1234 13579 他看到246860 然後同一件事件 沒有完全 沒有扭曲到一段時間 大家只不過是看的 因為他們不夠全面 而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編劇角度 這個是難度高一點 因為他要 怎樣可以 如果這件事遮住這些 你會看到 那件事 同一件事 你遮住這些 看這些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 某程度 某程度 兩邊都是真相 好 你用這個角度 我用一個 羅心門在1950年 1950年出現 他由日本 話題 導演 在那邊 魯仙門出現 這個聚事結構 用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一個現代主義的目光 去看一下古典聚事那些 那些 羅心門日後 成為一個坊間的屬語 劇名變成劉涵術語,羅心盒是一個,賓虛,無間道,無間道,他們在搞地下席 舉例,在50年到現在,現代主義的進程 不斷有人再參考這個例子之餘,其實到了千年前後,現代戲出現了另一種,我自己叫做 Two Narratives 日本片很多時候是這樣的,講完男主角,跟著講女主角 最近這種 Two Narratives就開始流行 對我來說,反而我覺得在西方來說,Jessica Chaston 離開他以後,他消失以後 The Disperience of Aero Rapey 那你一旬不回來後,也要講一下,那天改端學生 我用結構去說,當這個結構不斷運用的時候,他沒有可能再是現代主義的 或者我會用一個,其實他慢慢會當作新保守的 重用重用,其實他的保守性就會出現 到了現在,我連剛才的Two Narratives那樣,其實我再加多一個 這個重點所在,就是兩男一女的結構 我覺得才是編劇和導演,想做出一個本來是兩個男人一對一對的 現在就是女人對… 其實這樣一個叫雙重化的結構,就是我欣賞這部戲 再把這東西翻新的東西 當然這東西是MeToo,或者第三次我再深入去談 就是這個結構的演變到這個位置,我們有這樣的看法 你這樣表述了Weser,最重要的是,是和不是的爭執 那個叫做何心門,他有沒有用是和不是的爭執 但是我覺得你看這個,我就看它是爭執 而最主要就是,爭執 如果你說剛才用一個叫做主義的形式 裡面去看它的保守性那樣,就略然有一個傳統的關卡 因為你會看到,其實爭執 羅心門這個叫做不同觀點而展開那個戲劇的那種衝突 還有那種叫對事的方式,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經典 而這個經典就好像一個模式那樣,可以不停的運作 因為我覺得他羅心門的那個原因是在於一個編劇的手上 就是McDamon,Ben Alfred,加盟 大陸作家,兩男一女 他說你們要拿著不同的角度 而且調配了,就把Ben Alfred的那個角色 就是原本他要做的那個什麼 三船敏龍的那個角色,就不要做了 因為怎麼說呢,你想強姦就說你不像的 你做的那樣子不好 有一個叫做Aton Driver 在做的時候,Ben Alfred就沒有辦法 不得不成,是他啦,給他啦 而他做的那個角色,就告訴你 是一個龍心門角度而已 一個其實是最壞蛋 是令到Aton Driver有慈無恐 那樣子叫嬌氣 因為他本身他根本不是一個騎士 他低下層 而他裏面那裏就說我給你做 而且你又懂得讀拉丁文 又厲害 讀那本咸書,他就懂得全息 然後就說你跟我一樣夠咸 所以搞事又叫他搞 似作勇者 就是傳統的羅心門那個 最壞的角度 不是一個武士 是武士都做不到的一個人 而是羅心門裡面 另外那個想過心臨的一個人 還有一件事 羅心門就是 那個是一個法族的時刻 就是看他究竟是對 或者是誰有問題 而他這個故事又告訴你 整件事在西方這個歷史裏面 誰是好誰是不好 原來是不關你那個叫做理據的問題 是你打不打得 就是那個問題 這個在法族的那個時刻 而他裏面這個羅心門的那個 就是心臨的秘密 他就不是用心臨的秘密 就像他帝國嬌雄所說的那一段 就是參與者各個眾目睽睽 真相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就看哪個得 哪個得 而那個得不得 就是不關那個叫做理據的問題 是你打不打得 這個就是那個叫羅馬鬥收場 帝國嬌雄 那些東西都扔了下來 這樣出來 那我覺得他就是 講給大家聽 你如果手上 你想玩羅心門 現在今時今日 羅心門它已經是一個模式來的 你要用那個模式 不要受那種框架綁住 然後呢 將它發大 那這個發大我覺得它最重要 它裡面呢 就將那個就是他們的不同的 那個角色的那個崗位 是調斷了 被人搞的那個那個老公 就是那個老婆她那個丈夫 就是一個模式 那剛剛就調斷了 另外一個搞 就是他搞贏的那個呢 他不是一個模式 甚至是但是他一個叫 被人種壞了 就是一些叫嬌子來的 但是他沒有一個血液的身份 就是沒有那種血糖 然後Ben Alford就說 他在那個地方 他是國和的 他是一個主公的大技術 原來最出事就是這個當年人的高原人 而去到巴黎 就是去到那個大國 那個時期 整個國家 因為他那個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勝戰之後 我們今時今日 因為整個那個叫全球的經濟 都是受過那時候的那個 開始的那個影響 就是比如那些錢銀的 怎樣交易 你怎樣去 如果你拿錢 你又要去回首都那裡拿錢 有個銀行的體系 開始出來了 他把這些東西全部捕在一起 而是他最重要的 他也說 這個女人的真相 究竟是什麼 是是真是假 他裡面 就說了 內藏 一個秘密 你覺不覺得這個是一個秘密 還有這個秘密 這個秘密 套入了這個Metoo 大家都很清晰知道 那時候 他亦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Metoo有一班人 Metoo 他基本上是要做的 是一個報復的行為 不過他身邊的人 都是鬼打鬼的 他做這件事的時候 連他的最佳好友 都變成一個賢友 就是說 我都不相信你 我覺得你是有問題 所以整件事 就可能是真的 不是那個真實的事件 是你都有那個想法 其實羅心門的女性的角度 也有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老公死了 老公死了 然後羅心門的最關鍵 就是找了一個叫王冬生 又不是就是老公的靈魂 回來說回那個 所以我覺得 你現在看到這個故事 我認為他有羅心門的 那個原素 那個因友 最重要的是 他就是想跳高一個維度 他說 我們認識羅心門的這個結構 不單是一個戲劇 不單是一個故事 他就說 是你的學識 所以他裡面 他碰到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 Ben Elfer會這麼喜歡 Don Driver 因為他就連 Matt Damon的騎士 你做好騎士 你輸都不懂一句 他在念那個詩那裡 你解都解不了 麻煩 這個Jacko 都懂得拉丁文 你解釋給大家聽 他就碰到那個裡面 就是你當時 你懂得這個文字那裡 都不是每個人都會覺得你有用 反而你打得 你拿到那些拳 例如鐵四拳 有個地位 還有那個 你看到 也叫做軍事 武士 為當家的事件 那些主公 你都不在幫助我的 你在拿我的錢 反而他覺得這個場 他有一個好處 第一他懂得讀書 第二他懂得計數 這個反而他好 他裡面就看到學識 還有文化 所以他去看的時候 看完都覺得 這個是如果用東方的語言而言 這裏就好像大堵住的那裏 《愚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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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武士武將打的時候 他們就搞搞陣 不單是搞自己人 有些就搞自己人 但他最關鍵 在《愚法道》裡面 其實我覺得 最精彩的那裏 一集 武士在那時候 如果武士 接觸到文士的話 好事還是好事呢 你看那個櫻花那一場 他告訴你 為何斬櫻花 就是 因為他們那時候 武士喜歡看鬼書 那個叫《愚愚蜜語》 就是講夫婦的愛情 但是後來是見鬼 就是那個故事 武士當你有個學識 你現在這個世界 就不是那種從武的那種觀念的時候 有時候讀書 是令到你的思維改變 現在這個 他講的時候 就是最合這個時代 很多軍人 很多東西 你為何說不著詞 你是一個叫做法學的人 即是法家的人 講的是一件事件裡面 你要找的是證據 你不要你那些 言不異常的那件事 法家的最重要的是 那個是很實在的 這個《愚法道》裡面的語言物語 我看那裡就叮了一聲 他不單是參考那個叫做《愚蜜語》 他也都將《愚法道》裡面有語言物語 裡面講軍人的那種思綏 那種運怨的那個時刻 就點了出來 而且他放進東方那裡 另一個就更加震撼 那那個是什麼呢 不如埋過關子 下一節再跟大家講 下一節再跟大家講 下一節再跟大家 電影有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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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